王佛iras巴塞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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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尼白世释迦牟尼佛 頂尼人肅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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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尼传建阿ánd丞生 無上身身为妙法兑千萬千萬造誉 我及將人得手仗在原浅而來證實意 為度化一切眾生 请大家把無上出上的佛提心 现在我们继续讲《奇事论》三品的最后一堂课 也就是说今天是 昨天也讲了 现在我们先讲《宗戒》 这样的就是今天再继续讲 昨天所讲到后面说了 我们《宗戒》 最后首先是《宗戒》 我想起来有些教靠人的语气 但是最好你们那个义和 我昨天也说了 最好不要笑 笑的话现在是非常敏感的 哪天哭的话都也不太好 现在笑的话 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有些人听了以后 现在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是别人笑的时候 心里面很刺痛 我们现在是不应该笑 然后自己也觉得 有时候笑好像很不应理 因此希望你们 平时我们讲课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一些就是这样的 但是今年的话一定要注意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痛苦的话 我也会理解的 但是从外面的一些看法 也不太好 不管是南马还是舅母 他们有时候全部处在一起 然后大声大笑的时候 心里面很丧心 这些人心里好像一变得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昨天天都已经说了两次 但两次都说出来 好像他们说话也好 我说话过程当中突然就哈哈哈哈 就全部笑出来了 有时候大家应该记住 今天我们现在讲中戒 中戒最后会灭的时候 最后有什么样的戒指呢 昨天天已经讲了就是 一个是倒闭从此当中是讲的 一个是了解记忆 还有就是激进 用饥饿的再放 就是有三个这种灾难出现 出现以后就是结束 中戒 所以中戒结束的时候和大戒结束的时候 这两个就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遇到这三大灾难 就是所谓的这三大灾难 实际上是中戒结束的时候 就是出现这三个灾难 那么若问中戒是依靠司马而结束的 中戒是以倒闭即以 经济而结束的 就是这三种来结束的 按照次第 倒闭就是有七日的事件 然后这个基因界 就是有七日七日的事件 经济界的话 就是有七日七日 还有这七年的这个事件 来这个最后结束 这个这个中戒 就是这样的 出现次三戒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前面具体的告诉我们 人属逝随的时候 人们还是有为增长 书中作词的东西都已成为兵戒 而互相产杀 此后呢就是全部堕入地狱当中了 那么这个姿势当中也像了 就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马上要出现这个刀兵戒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众生的残恨性就是非常这个严重 而且呢 当时他们书上拉多的任何东西的话呢 因为他们当时的野里所干 就是全部变成了这个兵戒 就像是地狱众生一样的 就像是福祥这个 见到众生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姿势里面也说了 就是就像是猎人呢 就看到那个蒙叔的似合一样 就是看到这个他所大的灵 就是所大的这个耶稣一样 就是他特别这个圣专业性 然后拿着这些兵器呢 就是互相开始这个 互相开始这个打 就是这样以后呢 就是大多数的人呢 就是在这个战场上呢 就是已经死了 死完了的人呢 就是全部都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 就是这是那个所谓的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 盗兵戒啊 盗兵戒的这个灾难呢 还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终结结束的 是为一种这个灾难 然后在七人里山中 呃 森林居住的人们赖到城中 刚才那个大多数的人都这个 在这个时候当中已经死亡了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山里 就是还没有这个死 没有死的话呢 他们呢 因为这个 这个结束完了以后的话呢 他们互相见了以后 就是生气患气息 呃 就是那个弥利菩萨的这个化身 就是弥利菩萨的这个化身 来给他们讲解说话 有些经人当中是这样讲的 人数那个十岁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这个刚才那个 盗兵戒的七天呢 已经过完了 这个时候还剩下来的 有一部分众生呢 他们就是在城市里面聚聚 城市里面聚聚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这个 不想生气欢喜 这个时候弥利菩萨的 有一位化身 就是呃 就是有十岁的一位化身呢 就是赖到他们面前 让给他们就是宣教一些 那个就是不要这个杀身的 就是杰 我们那天讲三戒论的时候 也是哪怕是输一份戒的话 功德是非常大的 就是当时这些众生的话呢 只能输一份戒 就是也就是说是 他不撒身 就是只能输这份戒 那么这个呃 他已经这个输了这个戒以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福报 就是最后他们的这个儿女呢 就是呃 这个增上二十岁 然后再过来以后呢 就是有其他的众生呢 又增上二十岁 就是他们这个中间呢 有二十岁二十岁的这个增上的差别 而后逐渐逐渐地增上到八万岁 就是八万岁 所以这个八万岁呢 但是我们增上的时候就是二十倍 就是有二十倍这样来增上 然后那个下渐从五两岁到 或者八万岁到十岁之间 渐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就是有些将议里面说是应该渐一百岁一百岁的 这是那个说是唐书里面 在其他讲义里面没有的 说是唐书里面有这个记载 可能有吧 不知道唐书里面有这个记载 所以减少的时候一百年 增上的时候二十岁就是这样的 此时南尘部主 这个时候南尘部主是父劳畅生的 然后庄稼也是部署的 人情辨别 无辜奉耽 活会受打 女人们都是五百岁以后才出家的 刚才那个 比如说人数十岁的时候 一般女人们在五岁的时候成家也有这样的记载 那么这个时候 五百岁的时候出家 之后又见到十岁之间 之后人数从八万岁见到十岁之间 那么这个之间就是弥勒佛 我们现在的弥勒菩萨这个时候转发了 一般佛出世的时候 众生的宿命下见的时候就是佛出世的 然后众生的宿命往上挣的时候他不会出世的 这是其他的有些历史书当中也有记载的 真正的弥勒菩萨现在的水下见 然后上升 再下见的时候他出世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所谓的一千个佛当中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 然后弥勒菩萨第五佛一千个佛当中是第五佛 这样出世的之后见到人数四岁之间 人造不善业极为严重 由于飞天不悦而出现瘟疫 这个时候出现瘟疫刚才是第二个灾难 那么人数造不善业以后开始飞天不高兴 一般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瘟疫 疾病 这些全部都是飞天不高兴 所以为什么现在世间上是什么飞电 还有轻流感这些应该是 人们造得恶业特别严重 飞天不高兴的时候就出现这些瘟疫 这些虽然不是最后终结的灾难 但是一般来讲《百业经》很多情当中 也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们也非常愚痴 把所有的饥饿全部统统地杀掉 然后杀掉的话恐怕更不高兴 更加对你带来很多瘟疫 现在说是轻流感的人中国有十六个人 十六个人 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有十六个 我听他们的新闻里面说的什么 忘了 大多数的人死后转生于地狱 那么当时记忆当中死的这些人 也是大多数的全部转生到地狱当中 生育的人们集聚和解释 他们的子女数联又逐渐逐渐增上 一直到八万岁 然后又开始下降 又开始下降的时候 那么除了米勒佛以后的 其他一千个佛当中的其他佛 也是一次的出世 在人数十岁的时候 以基督造不善业 导致人天不降雨水 出现切合某条白骨三种鸡 他那个计划这里分了三种 然后其中第一个切合计划 人们获得微不足道的粮食 马上装在嘎吾河里面 让后代的宝尘因而得灵 所以当时众生是非常可怜的 他就很不容易得到一点点粮食 得到一点的话他就实在是 因为一般人数十岁的话 可能他的肝口也是非常小 然后他把东西装在那个盒盒里面 他有时候说这是我们众生福报所显现的粮食 然后把这个有时候比如说一粒青荷 一粒青荷的话有时候把一粒青荷拿来 然后一点点拿来做汤 做汤喝的话就认为对身体营养特别好 他们一般舍不得享用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木条饥荒 当得到少量的饮食的时候 母子都用木条来吃 现在人们很多人用筷子来吃 可能这也是一个象征 人们将来要面对这种饥饥的一种象征 因此称为木条饥饥 然后白骨饥荒 白骨饥荒由于饥荥所比 私人的骨头粗草无有财药 他曾经有两种说法 一般用一种说法 因为白骨饥荒的时候他们认为 比如说现在人的骨头 现在人的骨头埋在地里面 然后他们就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了以后说是 这个是人数一百岁的人的骨头 那个时候整个大地上是有粮食的 那么这个人的骨头如果我们熬汤的话 这个对身体非常好 所以他们在一些石头里 在别的一些地里面挖出一些骨架的时候 把骨头开始用来享用 这个时候对他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利的 也是白骨饥荒 但他这里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太相同的 说法是其他的论典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总的来讲 那么这个时间刚才饥荒的时间比较长的 七日七月 七年当中所有死去的人 全部都转生到饿鬼里面去了 这是第三个计划全部转生到饿鬼里面去 余下的人们集聚以后奉行十三 如此一来他们的子女等数量增上到十二十岁 借座又如前一样的逐渐增上到八万岁之间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二十个中介 中介是这样出现的 这样出现的 那么有些经里面就是说 我们为了避免不转生到这个时候 比如说盗宾戒 文艺戒 或者饥荒戒 这一点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对僧众供养药 供养药的话 到时候不会转生到饥药戒当中 我们现在如果不杀生的话 盗宾戒当中不转生 然后对僧众供养其他的饮食 到时候不会转生到饥药戒 也就是说饥荒戒 饥荒戒当中不会转生 所以有些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因此我们现在依靠僧众 放生 还有对供养僧众 他说的佛经里面说是一颗粮食以上 对僧众供养一颗粮食以上的话 到时候不会转生到饥荒戒 对 饥荒戒 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三个灾难的戒 那么这三个戒在一个中戒结束的时候 三个都同时出现 一个中戒结束的时候用一个灾难来结束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明白 以前无洲菩萨的有些论典当中说是 每一个中戒要结束的时候 需要出现这三个灾难 首先是刀兵戒 瘟义戒 饥荒戒 这三个戒必须要出现 也有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俱世伦》的知识当中说是 有些上师说是一个戒结束的时候全部出现 有些上师说是一个戒出现的时候 用一个灾难来结束 这两种观点当中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家务者》 这是哪天我们怎么写的 《家务者》吧 《家务者》论师的《家智论师》 对 我们那天说是《家智论师》 《家智论师》他认为 一个戒应该用一个灾难来结束 比如说我们这次中戒用刀兵来结束 用七日当中出现刀兵来结束 然后马上他就增上 他十岁出现一个刀兵戒 刀兵戒大多数的人死了 死了完了以后 其他人已经集中了 集中了以后 然后马上直接宿命就增上了 然后再下一个中戒用瘟疫的灾难结束 结束完了以后人的宿命要马上增上 然后再下一个中戒用饥饭的戒来结束 所以这三个戒过了以后又开始用刀兵戒来 这三个论流这样来结束 所以按照《家智论师》 他说是《居士论》的自私的观点也应该是这样的 《世纪论师》也应该这样承认 所以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承认吧 也可以这样承认 所以这是总结这么样结束 有三种灾难如何结束 这个问题已经讲了 还有这个观点上刚才也讲了 五诸菩萨他在有些论典当中说 人数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 分别出现这三个灾难 然后把结束这一个中戒用这样的说法 这是有两种观点 少许有点不同 而下面我们讲怀戒的旁数分三个方面 怀戒之分类和怀戒之地 还有怀灭之次地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说怀戒有以或会灭 亦以风水会散装 那么怀戒这里的戒和中戒是不相同的 刚才我们住戒的时候有二十个中戒 二十个中戒在三种方式来结束 那么现在这里的怀戒 我们大爷们前行里面 毁坏七十戒的怀灭的戒也相同的 所以用火 水 还有用风这三个 我们前面讲身体毁灭的时候 也没有讲用地来毁灭 身体是没有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这里毁灭七十戒的时候 用四大里面的地道来毁灭 这是没有这个说的 因此我们众生的心的分别念 跟外面的世界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十能金刚当中和还有很多密城当中 所有的城主坏空的戒 全部是用在我们身体上面 比如说身体最后人死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身体的毁灭 最后它降生到另一个身体的时候 它是一个称主毁空 这四个戒在轮回过程当中 它可以这样算的 还有我们如定的时候 这四个戒也是在自己心上面可以安理 然后水蒙的时候也可以安理 这些是在密城当中有一些具体的修法 但这些我们今天讲俱舍论的时候都是不用的 以后如果叫一些大幻幻幻 大幻幻当中是专门把外面七十戒的称主毁空 对应到我们众生的丰门明点 和众生的心的称主坏空方面来解释 这样解释也非常有道理的 这里说是怀戒以火来毁灭 还以风来毁灭 水来毁灭 有三种 怀戒如是分能 有多少种呢 有三种 即使用火来毁灭 还以水 对 还以风来毁灭 三种 但具体下面也讲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身体制定吧 身体制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坏大戒 坏灭世界的话 实际上是对众生的身体和分辨有密切的关系 下面主要讲这个道理 第二金律当善者 此地乃为毁灭顶 与毙过患相同骨 四禅毫不动摇骨 他这里就是这样讲的 第二金律当三个金律 第一禅 二禅 三禅 根据他们的此地 身体也是毁灭 他这个毁灭之顶 毁灭之身 门坏仁波切诸师里面说这个钉子介绍为身体 毁灭之身体 根据他们的身体与过患相同 因为第一禅 二禅 三禅的身体跟一禅 二禅 三禅 他们每一个天人的相续当中有不同的分辨念的过患 那么这个分辨念 对应的话 那么有些分辨念 用祸来毁灭的 有些分辨念 用风来毁灭的 有些是用水来毁灭的 所以他们的过势相对应 过势相对应 出现三种毁灭 用祸和水 然后由三种来毁灭 然后第四禅 毫不动摇的 第四禅因为远离了八种过势 这个我们下面还在讲 他四禅的这种禅地远离了八种过势 因此地水火风任何一个四大的灾难 就不能坏坏他们相续的禅地 所以第四禅一般在整个世界当中 第四禅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是非常稳固的 但是毫不动摇过 但毫不动摇的话 是不是第四禅已经变成了常有的呢 也并不是 它是无常 无常必知无量功 与众生共同胜免 为什么它是无常呢 因为它的无量功 天人的残底也好 它的身体也好 全部是与其他众生的身处毁灭 没有什么差别的 实际上第四禅并不是常有的 但是第四禅的方式 跟我们余界的众生和色界的众生完全不相同 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众生的话 不管是七世界 有情世界 都有一些毁灭的过程 但是四禅的话 它比较稳固的 那四禅是不是常有呢 并不是常有 它的心的相续也是刹那刹那的 而且无量功的话 也是无常本性 因此第四禅变成无量 常有的过程没有的 以前我们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也经常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第三禅以下全部用地水火风 用水火风 三个灭界的灾难全部毁灭的话呢 是不是第四禅永远都已经变成常有的呢 没有常有的过程 所以《记者论》当中专门这个是有答案的 下面我们讲 这个被火灯毁灭时 身体指的是什么呢 一火毁灭时 二禅等 也等着包括被水毁灭的三禅 这个第一禅以下用火来毁灭的 第二禅用水来毁灭的 被风毁灭是四禅吃三者不必这些所毁 意思就是说第一禅用火 第二禅用水来毁灭的 第三禅被风毁灭的 然后第四禅吃火风都不能毁灭的 上面应该相同顺吧 因此按照次第称为身体之地 所以他们身体跟毁灭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叫做身体制定 讲诺德文博也是 他说的是身体制定是这样解释的 除三禅为何有火等毁灭 此三禅以内在的过患而毁 原因是除禅的时候熏食入火 因为除禅的时候它有八动火患里面 它有熏和食 熏和食我们前面讲新说的时候已经见过 第一禅的时候它的熏食就像火一样的 所以又获这样的熏食的话 最后这个火来毁灭了 就是第一禅 然后第二禅的时候它又熏了 熏和乐有碎一样的 那么这个一般是除禅的话 它一个大戒灭的时候出禅已经灭了 然后第二禅的话它可以获得到七个戒 因为七个戒火来毁灭的时候 第二禅都是很保险的 一般都是他们往下面看吧 有些老田人说有些田子特别害怕 下面全部变成户害的时候 有些老田人说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以前也是经常这样毁灭的 但是我们这边不回来的 因为他们一般在七个大戒当中 二三一杀都全部毁灭 但是二三这边没有 然后水出现的时候二三开始毁灭的 三三最后用火来毁灭的 所以为什么第二三是用水来毁灭呢 因为它的喜乐是像水一样 然后第三三是呼吸以风相同的 所以它分别为用这些毁灭的 四三无有毁灭 因为四三无有这些过患 四三是远离八种过患的 所以我们下面还在讲 毫无动摇 怎样以来四三无量供无时称了常有的吗 是不是称了常有的 第四三的无量供难道不是称了常有的吗 不会是常有的 四三的无量供与众生的一切出现 也是一种毁灭的 实际上无量供也好 因为这里四三他自己都没有讲 主要讲四三的无量供 但四三的无量供 实际上是四三的这些众生出现的时候 无量感也出现的 所以四三里面的众生隐末 或者他要堕入恶趣的时候 那么无量供也是毁灭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虽然是俱修论 说是孝乘论 但是实际上它这里万法微信造的道理 还是讲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众生心里面的分别念 如火一般 如风一般 如水一般的 这些分别念非常粗糙的缘故 他在外面遇到的灾难也是同样的 我们遇见的众生的心特别特别粗大 这样地水火风什么都可以经常害我们的 因此我们这里 比如说白天 一般很多人心里面有分别念特别重 当他晚上有分别念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些方面的灾难 所以白天的时候 我们心当中不会有贪嗔 或者不会有这些分别念 当他晚上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些的梦境 因此大乘为师宗所说的道理的话 实际上军舍论当中也是 尤其是毁灭世间的道理 跟众生的分别念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地方应该大家这样理解 那么下面七火一碎是怎么样毁灭 七火一碎还有一个缝吧 用这样来毁灭的 所以毁灭的戒就是我们现在的现戒 现在的这个现戒最后是用霍兰这个毁灭的 然后有一个大戒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这个现戒有八十个中戒 就是八十个中戒 撑住坏坏全部有八十个中戒 那么八十个中戒 最后的这个戒是怎么样毁灭的 毁灭的是用霍兰这个毁灭的 然后再形成一个大戒的话 那么这个戒也是用霍兰这个毁灭的 所以用霍兰这个毁灭的 就是中共有七次 中共有每一次用霍兰毁灭的话 第一次以下全部都用火来毁灭完毁 全部 但是二十三的话根本不会 然后七个大戒过了以后 这个时候用水来毁灭的 这个大戒是用水来毁灭的 那么这个时候二十三的天戒也是毁灭的 这样一来的话 中共我们下面还是应该有这个道理 我不用先讲吧 一火七灰 水一灰 如是七水毁灭后 如不火灰七次 最终一风二毁灭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毁灭的次第是这样的 连续七次被火毁灭 这是连续七次 先用连续 我们现在这个仙戒也是用火来毁灭 然后一直连续七次 接着一次用水来毁灭的 然后水后用七次被火毁灭的 然后之后用水来毁灭的 意思就是说用火毁灭七次以后 再过用水来毁灭 然后用火毁灭七次以后 用水来毁灭 这样连续七次 如此被火毁灭七次之后 那么再水来毁灭七次 这样算的话 比如说我们七七四十九 用火来毁灭四十九次 四十九次的时候用水用七次了 水就是用七次了 然后再加上有火毁灭七次 然后用风一次 这样一来六十四次吧 六十四次 中共有六十四次 如此被火毁灭七次后 再被水毁灭七次 又被火毁灭七次后 最终用风来毁灭七次 所以我们总共有六十四个毁灭 六十四个毁灭过了以后 又开始刚才那个火来轮流的 所以一般毁灭大劫的时候 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吧 是自然规律 所以如此一来一禅一下乘主怀空 加起来作为一大劫 如是二禅在八大劫中毁灭 因为七次毁灭的时候 每一次只有一禅毁灭 第八次是因为用水来毁灭的 水来毁灭的话 第二禅开始毁灭的 然后这样以后又形成一个大劫 所以这个地方原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跟中劫和大劫不要混错的话 比较容易了 最后第三禅毁灭的时候用风来毁灭 所以我们中共第三禅在六十四大劫中 就是六十四个大劫中毁灭吧 六十四个大劫当中毁灭的 第三三是六十四个大劫以后才毁灭的 总的来讲 中共有六十四次 六十四次里面五十六个火 七个水 还有一个就是风 用风来毁灭 这样的话你们自己算一下也是应该清楚的 所以我们《居舍论》还算是比较厚吧 这个经过大家的努力吧 还是已经讲完了 应该大家升起还起心 第一次有石参俩和三个法案 就是台湾IC的一组 人工坊园的文化 就是派文的文化 就是台湾C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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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十四个努力吧 在那一组 一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